上回我们讲到,庄夫人细细说给汉少龙听,说那个来迎接他们的肥佬,就是春生军黄蝎。 汉少龙听的心打了他突压,因为自己杀死的赵木,其实真意的身份就是这个春生军黄蝎的第四子。 那个赵木生得高大英俊,他就想不到原来黄蝎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本来战国的四公子之中,好像平原军的早死,孟常军根本都没见过,汉少龙只见过信宁军。 但是看外形,恐怕四公子里面,这个黄蝎是最差,而他的声誉也最低。 不过,他能够成为楚国众臣,只是看外形是不够的,这个人也一定不简单。 另一边的纪燕仁也细声说, 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肥了一点了,汉少龙这么心中一汗,他记得几年曾经来过这里,如果他被春生军一眼认出,自己是他的杀子仇人,一切人马上圆弹。 幸好游趣之游盈之,已经和他们化过妆,使他们的年纪比原来看下去,戴了十岁又多,又换了楚国的衣服和发型。 如果不是有心认真地认,绝对认不出他们原来的样子。 楚国的女子衣服,比其他陆国,也都特别宽大和华丽的。 好像现在,几千年他们穿的楚国衣服,就分别用光红、金型、绣绿、青蓝为主色,再加上龙凤、雀等等的刺繡图案。 还有些树叶花位的几何图案,构图非常奇特生动。 也可以看得出,楚国人的文化是非常充满神话色彩,和很有想象力的。 男人的衣服比较朴素,但是衣服呢,也在长度,只是露出双脚,衣袖比较宽广, 袖口那里略为收束,最令人注目的, 是他们的腰带非常阔大,以不同对比的颜色,互相间习,看上去,也都相当耀眼。 这个时候,汉少龙和十八铁卫,也都换过楚国的武士服。 样子看上去,也都相当有趣。 这时候,春生军来到岸边,打手势,请他们上岸, 庄夫人呢,就在那两个比较粗壮的女博人的扶持之下, 慢慢地走上岸去,不知道是否汉少龙多心, 他感到蠢身军依,望着庄夫人,档囊双眼发光, 狠狠地盯着庄夫人的腰,眼里面闪着淫邪的光芒, 似乎随时,就想将这个庄夫人收为私房的了。 庄夫人和王蜜刚刚走的礼,突然间, 庄夫人失声痛哭说, 君上,你以为妾身的犬子作主啊。 他这样一哭,王蜜当堂放了手脚, 哎呦,万王妃千万不要悲伤,来来来, 一起翻了我们府邸,再重祥计议。 然而另一头,望望汉少龙, 双眼眉了一点, 眼睛里面显了一阵涉人的光芒, 汉少龙他们的身份, 早就已经有人品告过王蜜, 王蜜就说, 九阳万先生用汉知名, 果然是一表人才, 本君好欢喜啊。 汉少龙你的时候马上感到, 所谓盛名之下无虚事, 这个蜜身君虽然沉迷走息, 但只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这个人空有城府, 不是好像他外形和面貌一样, 被一种非常蠢动的感觉, 其实,这个人最擅长就扮猪食老虎了, 于是, 即时压沉声线, 用刚刚学乎来的, 带着云南口音的楚国画画, 品尝, 为名震动天下, 应该是我谁光感到永恒自严, 呵呵呵, 彼此彼此, 黄蜜慢慢打亮了他们一眼, 这个时候, 紀英言龙趙之, 由于身着阔大的楚服, 早就遮掩了他们万妙的身材, 再加上笨角露出, 一些菜算稀伤的白发, 这当然是游氏姊妹的功夫, 黄蜜见到年纪这么大早, 已经没什么兴趣, 庄夫人这个时候, 也收回哭声, 慢慢看她介绍, 但黄蜜听到, 这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夫人, 是万岁光的妻子, 哦, 那只是点了点头, 就转过头去, 反而很用神地打亮了游翠之与游凭之, 两个女孩几眼, 眼光最后又落到庄夫人身上, 跟着才说, 黄蜜不如先到辟府歇息一下, 其他一切慢慢在商议好, 汉少龙眼珠一转, 她终于明白, 庄夫人如果不是遇到自己, 那她和游氏姊妹 唯一可以用上的赤字, 美人计用美色来达到目的, 因为春生军现在的神态, 显然对帮她的复国这件事, 一点都不以心, 只是看她对庄宝燕毫不在意, 只是用神打亮那几个女孩, 那可见一班了, 跟着黄蜜身后的, 有几个食客无量的人, 其他的, 全部都体型飘汗的武士, 在那几个食客之中, 有个人身形特别高一点, 流了一部美艳的胡桑, 长笔, 胸膛, 面长避曲, 那个嘴唇是非常薄的, 上眼之间, 闪过经意不定的神色, 很流神地打亮自己这边的几个人, 特别是对那个田局的流亡小柱军, 庄宝义就特别流神, 庄宏见到汉小龙注意这个人, 就小小声说, 这个人呢, 就是春生军的谋士方卓, 汉小龙微微点一点头, 庄夫人说, 不敢打扰君相, 现在妾身, 只是想回去我们在寿春的田皇府, 庄宝义就听到微微的一握演, 才知道, 原来庄家寿春也有府邸, 春生军听到这句话, 面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干咳一声说, 你这件事, 都等大家回到庇府以后再讲了, 庄夫人听到, 叫他微微一阵, 在面纱之后的双眼, 钉实春生军说, 请问君相, 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呢? 春生军无可奈何, 那么坦一口气说, 唉, 自从你们田国起了双眼之后, 黄菲和小公子就避去巡国, 田皇府的匹捕就四山潜土, 雕空了几年, 最近左令远利厂闻, 见到这座田皇府, 觉得好宗乙就强行搬进去, 本君虽然几次跟他交涉, 但是他一礼, 但他一礼, 他一礼, 持住先皇默许, 一礼都不理, 本君对此都极为不满, 庄夫人听到这番说话, 生气得整身都震了, 这样天理何在啊, 君尚, 你一定为妾身讨回公道啊, 春生军的嘴角路车, 是非常苦劍的笑意, 迟早本君都要使这个小子受到教训, 但是现在形势微妙, 不如轻举妄动, 莫非你周居勞顿, 不如回去庇护休息一下先啊, 庄少龙听到他这么说的心不禁叫妙了, 现在在仇春, 要致庄宝予于死地的固自然大有人在, 但是由于牵涉到十几个诸侯港, 就无人敢动手, 所以只要沾住有道理那边, 当然可以大闹一番以营造星世, 于是他吓一笑话, 滚上你的好与审令啊, 今次我们来到寿春, 真是要讨回公道, 如果淡小怕事, 怎可以能够完成福国大业啊, 滚上, 请你回去自己府邸先, 我们自有主义, 我们自有主义, 一族亦都水涨船高, 现在呢, 有哪个人, 够敢惹他们李氏一族啊, 哈, 怎么知道万岁光, 果然不愧是田南名将, 而且呢, 听说亦都是田南部族的著名领袖, 文武兼之, 在楚国亦都有一定地位的, 但是, 但是你们刚刚来到寿春, 人丹力弱, 看他们最多得二十几人的, 今日想抢回田皇府, 哼哼, 行不行啊, 庄夫人也显然估不到, 汉少龙即时要动手了, 叫他一阵, 几乎要出声阻止, 但幸好想起, 汉少龙不是普通人, 自然有非常手段, 即时将说话吞回入土, 春申斌不愧是战国四大公子, 他沉淫之后就说, 你闯忙, 这个行为的确妄撞, 很多人都看不过眼, 就算你事一族之中, 也颇有微弦, 诸侯国派到这里的私臣, 更加曾经联名尚书抗议, 只不过被先皇一直拖住, 曼将军如果要抢回皇府, 没有人会说半句话, 只不过, 李闯文家帐之中高手如云, 如果起来冲突后果辣尿, 曼将军还请三思, 而本军在这件事上, 就不方便直接参与的, 不过他首先要划清界线, 即是说自己都不会出手相帮的, 汉少蓉一听心中大起, 心想, 形势如果是这样的话, 更加不可以放过这一场, 为庄家扬威的机会, 既然我抢回这个府帝, 没人敢说我不对, 甚至那些诸侯国, 还会很支持这件事, 那我还不趁势大骂一场? 如果在这战之中立了威, 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们有复博能力的时候, 由于田国是楚国诸侯之首, 就算掌权的李远, 在衡量形势之下, 都不敢卖他们的账, 于是他冷海一声说, 自反而宿, 谁喘万人, 吾王义, 郡上, 可不可以先派人统知李闯文, 说我们马上要收回这个田王府, 和他来的先礼后兵, 刚才说的那些说话是孟子的名言, 他中学的时候, 就曾经在课文里面读过, 他现在合到好处感, 在这个时候用了出来, 真是何以致用, 春生君听他这番说话, 不如都双眼之中亮出奇光, 怎么点头, 孟先生, 真是浩杰, 热服了你, 人类, 方畅马上自动请英说, 这件事小人会去办的了, 杭笑龙看他心中暗笑, 这个方畅已经在船上 和人家暗宣过他们一次, 现在当然叫李闯文 请齐高手和他们打场硬仗, 但是由于他们之中 有庄夫人和庄保义, 这两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在, 就算李闯文有几多家长, 也都绝对不敢以众凌寡, 一对一的时候, 哼哼, 那他们用什么那么害怕, 田皇府位于寿春的内城中心 和皇宫隔离, 整条街不是外国市值的宾馆, 就是诸侯国的韓府, 所以田皇府被李闯文强占这件事, 的确是非常外眼, 也就是过了世的孝列王, 用来削弱侯国声威的手段, 现在孝列王死了, 李闯文这件事, 就马上没有了衣帮, 间接纸巾, 造成张家夺回自己府邸的声势, 一直以来, 楚国的朝廷都推唐说, 理令谋反是田国内部的事, 和楚国的朝廷没有半点关系, 当然表面上也不会承认理令的地位, 免得惹起其他诸侯国的反感, 甚至叛乱, 如果那帮诸侯国归附秦广, 楚国马上会失去西南平障, 国势危险, 所以因应这种种形势, 汉少龙的决心要放手大干一场, 第一个开刀的就是李闯文, 由于不能真的动手杀人, 所以汉少龙呢, 由春生军那里, 拿了扇重木笔, 藏在庄夫人的车底, 这才浩浩荡荡, 向着田王府进发, 来到府门之外, 只见府门大开, 有两百多吴武士, 在府门前的广场排好阵势, 迎接他们的四十几人, 其中呢, 还有苦如西路, 这个时候刚刚好是中午, 街上行人众多, 更加有些住在附近的公卿大臣, 又或者是来吊祭敲烈王的各国使者, 还有诸侯各个人都大有人在, 见到田王府前面这样的阵仗, 人人都在外面看热闹, 过了阵价, 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气氛热烈了, 汉小龙一马当先, 带着众人, 就要冲入田王府, 有人马上就在王府台阶的平台那里, 拦了一道大开声, 来人止捕, 谁敢联闯我们的府邸啊, 汉小龙这么先, 曼条斯里跳了号码, 见到对方的二百多名武士, 好像把扇暗散开, 包围着自己这边的人, 封挡他们所有的进退之路, 主力当然是集中在大门口的地方, 搭高头看看, 上面已经换了利宁运府的大黄颜, 他冷笑声说, 这人强占了我们田王的府邸, 和我曼瑞光报上命来, 那个李厂文穿着一身武士服, 本来的样子都很有威势, 可惜一面俗气, 双眼日不合比例, 非常小, 听到曼瑞光, 杭笑龙这么说, 手握劲柄哈哈大笑, 真是好笑, 田王不懂自觉, 将五年前被当地民众杀死了, 在哪里又找了田王出来啊, 哈哈哈哈哈哈, 杭笑龙一听的感觉就更加放入心头大醒, 就算李族的人都不敢明目张胆, 承认李令继位, 以免造成仲诸侯国一起作反一刻, 法博和收拾的局面, 这个时候, 庄夫人他们留在车内, 由紀英燕赵志两个人贴身保护, 庄孔负责守卫马车, 使他们动起手来, 再无后顾之忧, 庄小龙双眼汗望一闪, 教会声说, 好胆, 国家储君在此, 谁敢说田王不在这, 你这个强占田王府的狂徒, 够胆跟我们大王坐前理论, 请庄王亲自检验我们的国势文书令父, 今次足以证明, 我们储君可以做田国之主, 那个李厂文宁笑一声, 你才是狂妄之徒, 谁知道你是不是恋神策子, 搞假证物来招摇撞骗, 快点给我拦出去, 如果不是, 我就哭断你这狗脚, 街上听到这番话当同一片蛙烟, 旁观的人都对李厂王这么横漫的行径表示不满, 可见这个人平时一定吓吓罢罢, 习惯得罪人多的称呼人少, 所以个个都不帮他, 杭笑龙一见这个形势知道是时候了, 特意扮得胆地说, 你既然不相信, 我现在就当面面见太后大王, 求过道理, 李厂文见到他上宿沙, 得世又怎肯摇人, 大笑一声说, 就得这么容易, 让我将你们绑去见太后了, 杭笑龙专专业要击李厂文动手先, 他早就知道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轻易罢休, 更加知道, 他听到自己刚才说, 李厂文说手上有郭曬令府, 他当然想抢了过去, 等李令到时候更加明经言顺, 他冷射声打出手势, 这个时候, 李府那帮武士已经开车, 让他们逼近过来, 呼呼他们一见到杭笑龙的手势, 马上在马车底下抽出长棍, 迅速抛出各人手上, 李厂文一见到他们有备而来, 这样才知道有点不妥了, 但是仍是伺着自己这边人多, 大开心说, 动手, 都不用他说, 杭笑龙一接到那条长棍, 即时缝了一位外婆, 露出里面一身武士径服, 扑上前飞军左挑右打, 敌人守着长剑, 马上被他打斧了几把, 参叫声中, 违上来那帮武士, 在整班铁卫的反击之下, 纷纷变了地狐狸, 脚骨手骨嘀嘀嘀嘀嘀断到一连串声响, 旁边那几千围观的人群, 大得有些坐强扶弱的心理, 又一向憎恨的李厂文哈哈巴巴, 见到杭笑龙他们打得那帮李虎武士, 他们就走隔不透, 一时间欢声雷动, 更加增添了杭笑龙这边的声势, 李厂文带来这帮所谓的高手武士, 一向养尊处优, 再加上其他人, 又怯于他们家族的声势, 就不敢跟他们真的动手, 他就以为自己真的很聪明, 你现在才知道, 自己和杭笑龙遇到那帮铁位, 有一段非常远的距离, 再加上杭笑龙用那些重的长木军, 占尽长兵器的优势, 就算人数在对方十倍以上, 在操守不及之下都马上悔不成军, 杭笑龙和整帮铁位, 用迅雷不得演义的手法, 将托上来的七十几人, 全部打得跌在地下, 然后鲍城镇西, 就向台阶上的李厂文, 还有百多名武士攻过去, 李厂文哪里想得到, 哇, 这个曼瑞军居然这么厉害, 于是一边就赶手下向前冲, 自己就慢慢向后缩, 杭笑龙好像出闸猛虎一样, 一路踩着跌在地下身淫的敌人身体, 长棍一路横数千斤, 当堂将两人打到飞出两仗之外, 一路上, 他们真是挡者匹义, 不用一会儿, 已经登上最上一级的台阶, 古书他们都大叫过瘾, 见人又打, 冲上来的人, 不是脚骨折断, 是血流满面, 其中十几人就被人当场打得半死, 那帮牧师平时虽然恶惯, 但是哪里见到真正的恶人, 和这么凶狠的打斗才能, 一见到这样, 细色不到就纷纷散开, 李闯文见到大惊失色, 在十几个家障的护送之下, 马上就退入府内, 杭笑龙身脚一撑, 撑着这人之后, 人均合一, 好像船风一样, 冲入大堂里面, 这个时候, 府外跌低了至少过百名的李府武士, 李闯文一轮转身, 杭笑龙, 胡书乌光乌延驻, 惊奇他们, 已经随影而知, 气勢而恐, 在李闯文身前, 瘡黄暴震那十几名武士, 被他们斩瓜切菜地打倒在地下, 李闯文当堂整个外势, 手里面虽然握着长剑, 他都不知道应该上前动手, 因为就这样投降算, 杭笑龙收军而立, 微笑着说, 原来你不单是狂徒, 还是胆怯之背, 李闯文当堂面试变了几变, 想动手, 但知道自己送上去检崖打, 终于把人撑一声插一把剑就说, 我是大楚令云, 你你你你你这个粗野匹夫, 够胆用个半条头发了, 杭笑龙一把口水打了手势, 两条木军一齐打在流泥, 当堂只听到一阵不折声响, 李闯文惹的声音就跌在地下, 杭笑龙说, 将所有霸占那里田皇府的狗贼, 全部都给我扔出去, 那帮帖位大声答应, 将那些跌在地下, 好像死狗一样的卫士和李闯文, 一个一个平坦地, 将他们扔出府外广场之后, 收服了田皇府, 接着发生的事, 连杭笑龙都感到意外, 首先是祝贺春生军, 然后那些走来田皇府 很久的武士, 匹勃一齐赶回来, 然后各个诸侯国, 以及来调制孝列王的各个代表, 以及一向崇敬庄家的名将大臣, 都赶来祝贺, 搞到庄夫人和杭笑龙 为了应酬接见的人忙不停, 黄昏时分, 太后李奄奄, 也有指议到, 要召见庄夫人和庄宝仪, 但就没有包括杭笑龙, 杭笑龙知道他做事成功, 放心地等庄夫人母子, 在春生军陪同之下, 入宫见利奄奄, 和那个只有两岁的小柱君, 幸好, 府内仍有尤氏姐妹在陪他接见客人, 免得露出马脚, 正当他忙到温头转向之際, 突然听到下人有来品告, 说魏国龙阳军求见, 杭笑龙一听, 好高兴, 即时叫尤氏姐妹继续应付其他人, 就派人将龙阳军引入内堂, 龙阳军想不到自己居住一个这样的礼遇, 正是不知为什么的时候, 一见到杭笑龙, 整个人刚刚过了海, 杭笑龙就大笑, 哈哈哈哈, 今次我又骗到你了, 龙阳军当堂双眼都不敢相信, 抹到好大话, 你, 什么杭笑龙?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上回我们说到, 龙阳军睁大眼睛, 他又简直不可以相信自己的耳, 你, 你是杭笑龙? 杭笑龙拉着他坐下, 哈哈, 不是我是谁, 哎呀, 真是你, 你知不知道田丹来这里, 杭笑龙含笑点头, 龙阳军叹了一口气, 哎呀, 你的本事真是厉害, 先是扮董马痴, 现在又变身成为万岁光, 搞到我呢, 还说你担透了心, 三日之前, 我记得田丹这么风光, 坐在楚国皇宫里面, 还以为他杀了你, 杭笑龙于是将事情说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真是全心全意地相信龙阳军这个男朋友, 龙阳军听到田丹一样替身走来这里, 那才点一点头, 女不卫已经定下物约, 要瓜分天下的了, 军上, 只要你帮我杀死田丹, 他就一切都迎刃而解, 龙阳军想着也是道理, 点了镜头说, 如果你真是能够使田国的小柱军复位, 这样就可以牵制楚国, 使得楚人不敢有疑心, 不过事情还是很复杂的, 最后我们依然面对你们秦国, 唉, 我们既是有幼是敌, 你是不是很矛盾呢, 杭笑龙说, 以后的事, 以后再算了, 如果不解决女不卫的阴谋, 马上魏国就要大祸临头了, 所以杀田丹, 对你我都有利, 天下间只有杭笑龙, 是我不可以拒绝的, 迟些, 恐怕你还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 韩国来的韩厂是吗, 是, 不过韩厂这个人不是那么靠得住的, 你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你的身份, 如果不是, 在有些情形之下, 他会出卖你, 他会出卖你了, 是, 赵瓦怎样, 龙阳君就说, 他已经跟你派来的人回去咸阳了, 这件事, 曾太子出了很多力, 因为韩正始终都不肯放过他, 女人倒计起来, 的确是不顾大局的, 那其他国家作为什么人来呢, 赵国来的国开, 这个家伙现在好得世, 又会搞鬼搬弄是非, 我们廉婆好发就尚未不保了, 韩笑龙只要敢说的背后一定发生一些事, 才可以这么肯定的, 但是, 这个也是爱莫能助了, 龙阳君跟着说, 燕国来的是太子丹, 但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真是奇怪了, 韩笑龙也都觉得很奇怪, 如果太子丹的人, 用快马经过魏国边境来仇蠢报信, 至少要给自己的快拖十几天, 没理由现在还没有消息的, 那秦国有什么人来呢, 龙阳君就说, 秦国一向和楚国的关系都比较密切, 现在大家又相安无事, 当然会派人来, 不过奇怪的是, 派来的人不是吕不慧, 而是左承相随先, 韩笑龙一听就当同心中气震, 他想起那次, 吕不慧派自己出事, 但是中途就报下伏兵来劫杀自己, 这一次派出徐仙, 会不会又是故技重施呢, 龙阳君一看他的面识说, 有什么问题呀, 为什么笑龙的面识这么难看, 现在我还不知什么事, 费长, 你可不可以帮我的忙, 查徐仙是经什么路线来的寿春呢, 这件事至关重要, 龙阳君给他一点, 马上明白过来, 当堂面识一变, 这件事我马上派人去做, 如果他们经魏国境内来的, 我一定派军保护他, 吕不慧这一着真是毒呀, 一定是教我我们大魏的阴谋了, 汉小龙反而没有想过这一点, 徐仙要来寿春, 不外乎, 要是经韩广, 要是经魏国两条路线, 如果吕不慧派人, 在任何国家刺杀徐仙, 那我们牵起牵延大波, 那吕不慧可以乘机对付韩国或者魏国, 估不到莫傲死了, 雷不慧还是这么厉害的, 这个时候大家都没了心机, 龙阳君就匆匆而去, 送走所有的奔客之后, 汉小龙正想休息一下, 突然间张孔过来请汉小龙过去, 说张夫人回来想约他见面, 汉小龙见到张夫人的时候, 见到他身着燕尾长垮, 在衣裙那里, 他财成几片三角影, 叠叠双胶, 盈鱼燕尾, 他样子都不知几句风情, 他神彩飞扬, 一见到汉小龙就说, 撤身其实早日回来, 但是我想沐浴更衣之后才来见你, 闻到人家身上沐浴过的香气, 说完之后轻巧地转了身, 将玲珑的身段在汉小龙面前展现, 汉小龙心想, 这些田南土族的女人一定是特别开放, 又是男人来, 既直接接右大胆, 同时都知道他感激自己, 你虽然更添爱意, 微微一笑话, 看夫人你的样子, 我就知道今次坐过皇宫之行, 大有收获, 我又没有说错呢, 庄夫人好娇味地看了他一眼, 走到他身前, 突然间, 他一对肉手按在他胸口说, 笑龙, 你见到人家你的心跳加速了, 什么呢, 汉小龙当同感到很尴尬, 庄夫人这样才放开双手, 走开两步说, 你真是名不虚传, 只是抢皇宫这一着, 马上震动了整个寿春, 现在再没人敢看小我们的亡国妇孺了, 那些诸侯国都表明立场, 说支持我们复国, 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楚皇朝廷, 汉小龙来到他身后问, 李燕燕对你的态度怎样? 我本来以为李燕燕是个很厉害的女人, 但出乎意料之外, 她给人一种很温柔多情的感觉, 还有一种讲不出的哀伤妻嫌, 真是绝色的油蜜, 可以和你们几才女相比美, 而我更加奇怪的是, 他在春生军和李燕之间, 似乎更加倾向于春生军, 那真是令人废解了, 汉小龙听到不甘一海, 李燕燕原来是这么我见柔年的女人, 庄夫人另转身, 嘴角带着个迷人的笑容, 而眉沙眼角是个无尽的春情, 李燕和春生军对妾身的身体都很有意思, 你说我怎样做好呢? 汉小龙听到苦笑, 夫人, 你想我给你一点什么意见? 你这个人, 这种男人的罪念, 我早就见惯了, 如果不是遇到你, 我一定, 亦都只能用身体去换取他们的支持, 但现在我想先听你的意见, 除了你之外, 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妾身所有的信任, 汉小龙听到这番话, 想他是不是在迷惑自己的时候, 庄夫人已经走上前来, 扑入怀抱里面, 用尽力地抱住他, 抱下我, 我需要一个男人强力的支持, 你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这位身份高贵, 又千娇百味的美人, 头坏松抱, 如果这样都不动心, 那肯定是骗人, 汉小龙即时将他抱住一会儿, 很爱恋地和他同运了一番, 然后才说, 夫人,你不用这样, 就算我们没有什么肉体的关系, 我也不会食衍, 一定会帮小黄鼠登上王位, 你以为摄身当下其他男人吗, 你错了, 我现在每晚发梦, 都只是梦见你, 可惜我们最多都只有一段情, 王爷一登基, 就要跟你分手了, 一想到这里, 我就觉得, 这一世人都没什么趣味了, 说到这一句, 他很神伤地离开了汉小龙的怀抱, 在他旁边坐下说, 现在李燕燕已经确认了我和王爷的合法地位, 但是李源, 他说强秦压境, 不肯出兵帮我们两母子, 春生军都不知道是不是怕了他们, 都不知道多么曖昧, 总是不肯出声, 其他人把口就说知耻, 但有什么实质的行动呢, 所以我们两母子, 还是要靠少龙的, 汉小龙就说, 我在秦楚边境, 有一支实力非常强大的部队, 到时候, 可以扮成田人攻入田京, 但是如果我杀死田丹, 就要马上秘密撩走, 如果不是, 好不然难以离开寿蠢, 现在李源唯一对付你的办法, 就是将你们远禁的楚国仇春惊成, 既可以得到你的身体, 又可以拖着这件事一举两得, 哎呀, 我反而没想到, 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最紧要的是, 要扮到, 一定要由楚人拥手, 不妨对李源和春生军都伪于虚蛇, 大吹夫, 如果没有他们出兵, 就一定没有办法的样子, 这样就可以骗到所有的人了, 你, 你是不是要暗示, 我会牺牲自己色相呢, 本来我都是打定这个主意的, 但是有了你, 我又不想这样做了, 杭少龙见到他对自己的确是动于真情, 自己又风流惯了, 因此又吻了他两口才说, 对于好似李源和春生军这类的男人来说, 凡是得不到的东西, 这样才是最好的, 所以你对他们要欲拒还影若即若来, 等他们都心仰难咬的时候, 我们早就离开了寿春, 如果我坐黄大殿之前, 杀不死田丹, 那么就唯有放弃全力帮你复国好了, 庄夫人看着他, 伤眼露出很迷醉的神情, 越跟你在一起久一点, 越觉得你厉害, 但是偏偏你这个人情深意重, 小龙呀, 人家这么容易被你得手了, 那么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呢, 因为你说过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嘛, 杭少龙心想, 哎, 我都没跟你上过床, 怎么算得手呢, 他把口当然不可以这么说了, 他说, 在小柱军复国之前, 我们不可以有什么肉体关系, 如果不是, 我们会沉迷肉海之中, 很容易耽误正事的, 我们只有胡相克服激例, 敢说成奇戒业的, 你这个人, 你自己房中有两个美女, 怎么算是黑虎激例呢, 用来形容人家就差不多, 杭少龙听过这么说, 即时封着她嘴唇, 同问了翻, 才放开她说, 女人如果男女支持得到满足, 在神态上, 会被李源和春生军, 这些花虫老手看出来的, 那时候夫人就难以玩弄手段, 你这件事相当微妙, 夫人, 你一定要听我中共, 庄夫人听到这番说话, 敢先惊醒, 摄身明白了, 但是不要忘记你的乐言, 复国之后, 我绝对不肯放过你, 杭少龙又和他略作前面, 才回到自己的院落, 这个时候, 他心里强烈地想起几千言和赵之, 只有他们才可以医治他被这个庄夫人挑起的欲火, 第二天, 龙阳军急急地赶来, 徐仙那边, 他已经派人前去探听消息, 和通知魏王, 如果徐仙经过魏警, 就派军队去保护他, 另外, 又带来了田丹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又不是那么好, 原来田丹的房住, 杭少龙会派人来寿春刺杀他, 所以一早就住在皇宫里面, 而且, 同理员来住在两格里, 不单是防守严密, 而且深居简出, 平时想见他一面都难, 你说万一他住在楚国皇宫的边, 更加难以查清楚, 一时间, 他都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可以刺杀田丹, 龙阳军也都为了告辞走了, 他一走, 李源和春生军就一起到了, 杭少龙当然有得庄夫人去应付他, 不过, 还没回到纪燕燕间房里面, 庄孔就过来请他出府相见, 杭少龙就知道避不过, 只按着头皮出去, 一走入大厅, 他马上就改变一向行路的姿势, 跟着呢, 又让那些带着很重的田国口音的楚国画, 和李源以及春生军打着招呼, 李源见到他, 留意地望着他两眼就说, 万将军果然是非常人, 不怪你一到寿春, 马上就成为家馀户小的人物, 杭少龙还礼之后就说, 比起君相和泰国寇, 我曼瑞光, 最多人玩啊, 是呀, 泰国寇客气客气啦, 庄夫人记得李源毫不怀疑, 即时放心, 泰国寇今天登门造访, 原来专门是要见吕瑞光你的, 杭少龙心想, 那你两个人哪会专门来看我这个大男人啊, 是找藉口, 是和你这个万中无一的女人亲近之对, 于是含笑坐下, 李源深深地望着庄夫人一眼, 又轮转头对汉小龙说, 万将军那是田南明将, 不知道对福国这件事有什么大计呢, 汉小龙在这时候一直都留意庄夫人的动静, 见到李源望他的时候, 庄夫人有些慌乱和下意识地跛低头, 他心就暗暗叫闭了, 知道李源呢, 凭着自己非常英俊的外形, 以及充满了魅力的谈吐和风度, 已经使得庄夫人心中大乱, 所以才会举止失常, 于是他说, 这正是我们来仇蠢的目的, 如果皇上能够撥一体军马给小臣指挥, 第一举破冊, 受福田国, 春生军力干架一声说, 这件事还要重长计议, 由于先皇身丧, 储君年纪尚有, 等戒念之后再作决定, 皇妃和曼先生希望能够体谅其中情防, 杭笑龙心想有一段这样的时间是最好, 又见到李源用眼神挑逗庄夫人, 而春生军他又扮到没见到, 李源向庄夫人展到一个非常好看的微笑, 原来说, 太后对田王妃一见如故, 加上先皇大念之前心情困苦, 叫我来邀请皇妃和小柱君去宫内小主, 那也都可以使我们一尽地主之意了, 杭笑龙听到大压惊, 暗叫不妙, 如果被庄夫人和庄宝已住进皇宫, 那我们要出来, 那又不能由得自己作主了, 而且凭李源的手段, 庄夫人就守寡那么久, 要被李源得到他真是异于反掌, 那时候会有什么后果, 的确难以逆料, 他即使向庄夫人打了个眼色, 庄夫人会议, 突然就说, 太后的心意, 清我心灵了, 清我那是亡国之人, 一日国家未复, 都难消受坏, 我又怎样用自己这副仇荣去服侍太后呢, 希望国口爷, 可以让太后陈雪附冲, 李源听到当堂出不了声, 就只在点头表示同意, 春新军显然, 亦都在打着庄夫人主意, 亦时就说, 黄妃不如来我府内住两天, 免得在这儿捉紧商情, 只要等先王入土为安, 一切如上, 本君一定会全力支持小柱君復位, 庄夫人一听这两句话, 当然明白他的含义, 想起庄少龙说的要欲拒还凝, 于是, 先娇味地看了春新军显然, 然后倒下头就说, 过了大点之期再说, 牟家在来仇春途中小病一场, 现在身体都还没好, 希望可以休息几日, 养好身体再说, 他那副我见游年的神态, 连庄少龙都觉得整个人心头一热, 就更加不用说春新军和李元这两个花重老手了, 美女, 特别是还没得到手的美女, 她的魅力, 真是没有男人可以抵挡得到, 李元当堂很关切, 一陈间我就找最好的御医, 来看夫人看病, 好吗? 庄夫人推迟不了, 只要答应, 春新军和李元这些都找不到藉口了, 或者起身告辞, 杭少龙刚刚要松一口气, 李元亲意拉着衣服就说, 还没好好和万将军聊两个人, 不如去帝府吃一餐便饭, 杭少龙跳得真是又惊又喜, 高兴的呢, 是终于有机会去公海, 说不定, 所以打探到田单柱的消息, 怕是, 如果没有庄夫人在身边照应, 自己不知道会不会露出马脚呢, 但是如果自己想推唐, 也就推唐不掉, 不过就不明白李元为何要笼络自己呢, 马车内, 杭少龙和李元向春生军打了招呼, 等春生军走了之后, 李元微微笑话, 万兄, 你对你们复光, 觉得有几成胜算呢, 杭少龙的苦笑话, 田北本乱的时候, 我们壮家万家, 就得出的就是这么多人, 虽然说, 各族都希望我们回去, 但是由于李令有夜狼人撑腰, 如果没有外援, 我们成功的机会, 语言不是很大的, 李元昕的声说, 李令这个人我早就看他不顺眼, 虽然大家都是一族人, 但是我和他一些亲情都没有, 得到田国之后, 他还四出派兵战地, 真是狼子野心, 路人戒之, 不过, 如果要太后点头派出大军, 那不容易, 何况田地实在太远, 如果不能一下公黑田经, 战事一拖下来, 就会形成乱绞, 秦人也都乘机东侵, 那对我大错就很不利, 汉小龙感声访言大悟, 知道就算在李族之中, 也至少分成两个派系, 那斗戒成素龙的那些人呢, 应该就是支持李令那派的了, 看来李元呢, 也都没有把握说服过妹李燕燕, 可见, 李燕燕正是秉承孝列王的为止, 希望通过李令, 将诸侯国收服, 重新踏入楚国的版图, 但是李元看穿了李令的野心, 他是另外想自己树立自己的细领, 对李元当同的构成威胁, 原来各种情况是更加复杂, 不过, 这些就不是汉小龙能够想象的, 汉小龙越来越感到, 有些事表面看上来, 和真正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李元见到他整个外勢, 还以为他感到服过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所以才默然神伤, 抱着他膊头, 扮得很狠切地说, 说起上来, 万卿或者不相信, 其实现在反对出兵帮你服过, 最大的人物就是春生军黄蝶, 汉小龙听到不如失宗经叫, 所以我说万卿很难相信, 现在形势与以前不同, 朱侯国都勇兵自重, 旺令难行, 朝廷又边墙莫夹, 难以讨伐, 所以春生军才反对贵国服务, 泰国扣你真是坦白了, 是, 但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朱侯国已经的既成事实, 如果硬要削他们的位, 那就只会增加叛乱, 最后不单只奴而无功, 反而会培植出, 好像李令那么多的新势力, 所以对于贵国服务一事, 我是完全支持的, 汉小龙听到这么说, 反而相信了他的说话, 因为春生军的食客方卓, 将庄夫人两母子黎秀春的消息通知成素领, 如果你说没有春生军背后点头, 方卓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 春生军看来, 表面上做好人, 其实暗中, 正是扯着庄家的后腿, 但李源也不是心强好,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 李燕燕现在, 似乎比较倾向于春生军, 甚至李氏一族之中, 也有人站在他那边, 使李源感到很大的威胁, 又见到他万岁光英雄了得, 所以才想拉拢他, 加入李源的阵营, 背后, 或许还有很多其他厉害的阴谋, 康小龙心想, 哼哼, 现在这两人都各有一副艰滑土墙, 但是, 到底应该靠向哪边的阵营呢, 就要看自己现在的心意, 好, 日月买买李源, 他把心一横说, 其实那些泰国口的说话, 审许不宜, 因为, 在黎仇春的途中, 我就几乎为奸人所害, 于是, 他就把乘数令, 怕人假扮船夫, 然后, 要谋杀他们的事情, 说了出来, 李源听过非常高兴,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来到一角边的屏风说, 曼兄弟躲在这里, 当听到我问起有关, 要帮你复国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偏个从中作梗了, 杭小龙听到觉得奇怪, 那些太后指动, 我们是屏风后面投资, 那是怎么算好呢, 你放心, 社会跟我聊天的时候, 不会有其他人在这里, 如果有什么事, 我会一力承担, 不会使曼兄受任何委屈, 他记紧, 你最好只是听, 不要看下, 上次扮董马迁, 自己要扮粗豪大汉, 今次扮曼随光, 这个李源, 又以为自己有勇无谋, 杭小龙都没办法, 只要接受他这么荒谱的安排, 过了一阵, 才听到一阵, 蠻佩声响, 李燕燕终于到了, 跟着, 只听到一阵关门声响, 果然, 所有的公俄士为了退出他, 杭小龙听过龙阳君和庄夫人的形容, 说李燕燕, 而不懂得比得上杭燕燕, 谁还记得李源的吩咐, 立刻用对眼在屏风的纳裙那里, 在外面一望, 哇, 他马上呼吸都几乎停顿, 因为他怎么都不相信, 会有一个无论秀励气质, 都足以和杭燕燕和琴青匹敌的美女, 就这样站在自己的眼前, 老实说, 如果论清守, 似乎几燕燕还要领上他伴仇, 如果论高贵典雅, 他就比不上琴青, 但是李燕燕, 他就别有一种, 骚在骨子中, 楚楚动人的气质, 他就这样站在大厅中心, 瘦眉轻折, 只有男人, 马上就会有一种, 要将他涌入怀中的轻怜物, 要强烈冲动, 他正是那种, 男人见到他, 就想拉他马上登床寻欢, 但是又不忍心, 少加伤害的倾过倾成的可仁义, 丈夫人说得对, 在他清丽脱俗的面容之上, 始终都笼罩了一种淡淡的哀愁, 似乎这个人世间, 再无什么事可以令他快乐了, 李燕燕动人的身体, 配上奉冠霞衣, 更加使他一种超乎众身壇, 攀折高高在上的先知美态, 虽然汉少龙已经有了几燕燕, 赵志乌廷方这些美女, 就算有好像庄夫人那样的美女, 来挑逗自己, 自己都不是那么容易动心, 但是, 他现在就感到, 如果李燕燕肯和自己上床, 汉少龙肯定自己马上会付诸行动, 这个时候, 李燕来到他身后, 很温柔地看他脱下一件爱袍, 露出刺受精美的凤纹, 连身的垂地长裙, 更透露出一股非常高贵华美的姿态, 当李燕的手指碰到他肩膀的时候, 这个贵为楚国太后的美女, 明显地整身震一震, 跌下头神色的非常古怪, 汉少龙的心一震踢震, 咦, 难道他们不是亲兄妹? 但如果不是亲兄妹, 又怎样骗得到春生君呢? 好像李燕燕那些举国文明的美人, 想冒充都冒充不了的, 大哥, 你怎会在这儿呢? 我约了兽怡来看他最新的刺兽呢? 哎呀, 李燕燕那种声音真的非常娇甜清趣, 他不单止肢体容貌, 连声音都这么动人, 上天就实在太厚待他了, 汉少龙经过这么多年的忧患经历, 就算对着庄夫人和盈盈, 都能够好像路增入病一样不同心, 但是现在, 心神已经被李燕燕全部抢去了, 同时他仔细地想想, 李燕燕那么想得到几燕燕, 是否因为只有几燕燕, 才可以替代李燕燕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 难道他们两兄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在这个时代, 一夫多妻是非常当然的制度, 有些身份的人, 女子嫁给他们的时候, 他的姐妹甚至侄女, 有时都会跟上去, 跟新娘做妾侍, 更加不用说是陪嫁的婢女, 所以, 多妻的家庭是非常复杂, 很容易发生骨肉伤残之事, 也都很容易出现乱伦的行为, 李燕燕和李燕燕, 很可能是李氏大族之中同父异母的兄妹, 所谓狼才女貌, 再加上李源的狼子野心, 想借李燕燕, 来从事类不畏的诡计, 还要哄春生君, 以为自己暴刀未老, 万年生子, 再转嫁给孝烈王这个胡逃鬼, 孝烈王一见到李燕燕, 可能连老豆姓什么都不记得, 就更加不会想到李燕燕肚内的奇迹, 是李源一手一脚炮制出来的啦, 如果不是汉世龙, 一早在赵木那里, 知道李源李燕燕春生君和孝烈王之间的关系, 又明白了李源不择手段的性格, 怎么都不会只看他两个人一个动作, 和一个眼神, 就得出这么吓人的结论, 李源如果知道的话, 杀了他都不肯被汉世龙偷看他两个人独处的机会, 李源叫李燕燕坐下之后就说, 秀现在在东商房那里刺手,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大哥想和燕燕聊几句话呀, 这样一说, 汉世龙就知道, 李源好像无意间遇到李燕燕, 其实是专专安排的, 让自己可以听到这些不利于春生君的说话, 可以坚定自己成为他刺杀春生君的工具, 因为李源早就知道, 李燕燕会在午善的时候, 来看郭秀怡的刺手, 而可能这封刺手还未完成, 不容易搬运, 所以, 这个和郭秀怡关系好好的太后, 就只能来这里看了, 李源燕燕叹一口气, 你说吧, 李源显得有点怕这个妹, 干咳了声, 然后先说, 田皇妃两母子, 请我们出兵座复国这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大哥, 你是不是看中田皇妃呢? 李源一听到这句话, 你会曼随光在后面偷听, 马上感到很尴尬, 他说, 燕燕你怎么能够敢看你大哥呢? 我只是为了大楚着想, 先皇身丧, 如果我们对他们两母子的要求, 谋动于冲, 说不定会惹起那帮诸侯国的叛离之心, 如果他们投靠秦广, 那楚国就危险了, 杭笑龙听得心中好笑, 李源这么慷慨陈恥, 其实这番话当然都告诉自己听, 他们自己真是一片苦心, 李燕燕沉默一阵就说, 这件事不是只有你和我说事的, 还要问过将军大臣的意见, 如果不是, 一定会有争拗的, 大哥有没有和春生军提过这件事? 孝烈王一过世, 春生军马上就成为楚国军政两方面举足轻重的人民, 也都是因为这个理由, 庄夫人敢先不辞努苦地赶回来寿春, 正是希望春生军身军伸出拳手, 谁知春生军原来正在背后策略, 要做低个两母子的人, 李源听到李燕燕这么说的正宗下围, 即使说, 我当然说过了, 但是春生军依然一意孤行, 准备用李令来平定诸侯广, 还说除了田王妃留下之外, 其他人一切陷阱杀清, 李令如果得势, 他又怎样肯遵从皇命呢? 所以大哥千不得不向太后进言啊, 杭少龙听到那些人暗叫利害, 这番话不用论真假, 但是李源当着这个太后面说出来, 假都要变真啊, 如果他真是虞假包换的万岁光, 也都深信不疑, 反正都是死了, 我怎么都要听李源的说话, 去报他一铺, 杀了春生军他再说呢? 李燕燕沉淫了一会儿, 说我要大哥去请田王妃母子 入宫小传这件事怎样呢? 如果他们肯搬进来, 那又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了, 唉, 孤儿寡苦那样, 真是使人心酸同情啊, 杭少龙听到心头不入一阵感动, 跟着李源解释张夫人 为什么不肯来, 他心想, 原来李燕燕的心肠这么好呢? 看来, 他所做的事呢, 都被李源为首的李族人逼出来的, 怪不得他这么不开心啦, 对他不由得又加了几分连识之意, 这个时候, 李燕燕燕, 李源已经听完了李源的说话了, 他说, 大哥, 你现在马上跟我去见田皇妃, 无论如何都要将他两母子和所有随行的人员接进来, 就算我们不可以出兵替他们复获, 亦都不能复获得让他们让他们害死他们的嘛, 庄桥对我们大错有这么大的公分, 对到忠良之后, 怎么都应该有连识之情啊, 李源一听, 嘿嘿, 哭了, 马上就长生而起, 谁知自己起身了, 李燕燕你一点起身的意思都没有, 燕燕, 你不是要去看兽然吗, 我想一个人在那儿静下, 你叫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不可以打扰哀家, 李源他这么说, 忍不住转头看了屏风一眼, 吓到汉少龙马上缩回头, 李燕燕就说, 干什么呢, 大家还犹豫什么呢, 李源没办法, 只要打开门就跑出去了, 哼, 其实他现在的心都不知道多么心急苦恼, 但是, 难道他讲明白, 给李燕燕听, 刚才有人在背后屏风偷听着吗, 所以他没办法就走了, 汉少龙也很痛苦, 如果这个美人, 想起来想起一个时辰, 哎呀, 那自己真是闷亲了, 谁知, 就在李源的脚步声一消失之后, 李燕燕突然间伤眼之中射出锐利的眼神, 冷渴了声说, 无论你是谁, 他马上和哀家滚出来, 汉少龙一听, 哎呀, 即时冷汗电流, 原来李燕燕一早已经看到自己在背后偷看偷听, 哎呀, 如果这样被他斩了头, 他就真是冤枉了, 于是他只由龙行虎步在屏风后面昂然走出来, 李软就跪在地上说, 网国之神万随光, 罪该万死, 请太后持续, 李燕燕冷冷地看着他说, 担高头, 杭少龙看到他马上揭穿自己, 然后叫人来斩自己头, 他又心中暗起, 即时担高头深深地向对方望过去, 一副视死如归的慷慨模样, 李燕燕双眼之中, 射出锐利的眼神, 现在我问你一句, 你又答一句, 稍有犹疑, 我马上叫人进来, 将你推出去斩, 你不要欺负我女流之辈, 哀家自有学习骑射兼述, 一般来说四个人都迷不住我身, 杭少龙心想, 怪不得你这么大胆, 坦一口气说, 那太后不如索性将我斩手, 若不然你一会儿问我太过口依的事情, 我未得过允许就说出来, 那又怎样得呢, 李燕燕听得很不高兴, 现在在楚国究竟是谁说事的, 你知不知道的, 汉少龙又知道不能太过火的, 即时就说, 万索党只是亡国之神, 今次回来仇春, 早就已经不想着有命, 只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尽力, 能够为国而死, 已经甚满意足了, 你想死, 我偏偏可以使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还要派你一个意图行赐哀家的罪名, 使你和年亲族,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说到底是要忘我们庄家, 好, 万岁光, 允命算了, 他不是有心要顶李燕燕, 只不过眼前形势复杂, 李源和李燕燕的关系, 更加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如果就这样屈服出卖李源, 说不定李燕燕会很疲异他, 不如索性试下, 他们庄家的同情心, 究竟去到哪个程度, 李燕燕听到的感觉狠狠地叮了一眼, 面相连续变了几次神色, 显然对这个充满英雄气概, 又这么不怕死的牵昂男子, 是拿不定主意, 汉少龙见好就收了, 在地上重重地扣了三个响头就说, 你个人多谢太后刚才对我们庄家的维护之心, 就算太后已经改变了心意, 我依然非常感激, 希望能一死吃太后之路, 望太后高抬贵手, 放过庄朝剩下的一点香火啊, 说完之后, 退后两步, 撐一声拔出配件, 就要自闻了, 李燕燕看到这样就即时喝一声, 你放下把剑先, 在我身前坐下, 汉少龙一声不出, 插回那把剑, 来到他面前十几步的地方, 坐下来, 神态之间是不非不抗, 在这个战国时代里面, 最体重就是英雄人物, 庄少龙是不是英雄呢, 就自有定论啊, 但是因为他是来自二十一世纪, 讲求人人平等的时代, 虽然现在入乡随总, 依足礼数, 但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 对任何人都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 这个呢, 使他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昂扬感觉, 李燕燕看了他一阵, 弹了一口气话, 我大哥是不是要派你行刺春生军呢, 汉少龙现在敢声大吓张, 李燕燕看来他的智力相当高明, 正是由李燕吩咐的曼瑞光 躲在屏风后面偷听, 又专专讲了这么多春生军的坏话, 所以推论到李燕的计策, 他专专沉淫一日说, 泰国口爷的确有这样的意思, 但是还没正式对小臣讲出来啊, 你不想想, 如果杀了春生军, 你们庄家还有人可以有命吗? 杭小龙现在真的有点摸不清他的意思, 他究竟是站在李燕这一边, 或是春生军那边呢? 他就说, 那当然我成了代罪高阳啦! 代罪高阳, 这个词真的古怪, 但也都很贴切, 高阳, 这确只能任人在割, 杭小龙这个时候已经摸熟了宫廷人物的心态, 李燕鱼等于好似朱姬一样, 即是寂寞难耐, 所以突然间遇到自己这个人, 顺手拿来就消遣一下, 顺着他灵机一触, 接着说, 又可以叫做黑狗得食, 就白狗当灾, 这个比喻是不是更加贴切呢? 李燕燕一时间想不明白, 但是仔细想一想之后, 一面插一声就笑起上来, 但是接着又觉得好像自己的幼失尊重, 即使面容一脸, 但是语气就已经变得温和了, 他说, 你这个人又不算有勇无谋, 只会洗枪动剑, 你走了, 讲到底都不关你事, 我只恨你, 竟然够胆偷看哀家, 顺小龙不敢流露出欢喜的神色, 叩头自欣, 他说, 太后请你指点那条离开的名路, 我出去之后, 你可以由编门经的中庭, 在后商房那里离开, 如果不想人逃落地, 最好不要将我说的话, 透露到泰国口爷知道, 如果不是, 绝不精妖, 项小龙怎会重视他的说话, 认一声, 接着就向中庭那里走过去, 你远远很不高兴, 站在那里, 你究竟有没有听我的说话的? 小臣, 因为从来都不是 那么将自己人头葬成一回事, 谁没有十分在意, 但是太后, 如果说这样就会不高兴, 要将我五十分思, 我亦都会致谁遵从的, 你远远听到这几句话, 先是恨了恨, 但是神色的渐转柔和话, 你这个人如果不是大奸大恶, 就是坦诚正直之人, 田国有这样的人才, 福国有望了, 走啦, 康笑龙又深深望出他一眼, 乘机就走出去了, 虽然走出去了, 但是心里面依然被李燕燕的善影填满, 他刚刚又走出去了的时候, 突然间一阵香风飘至, 一个人影就向自己直撞过来, 而康笑龙一打指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 只是知道对方是一名女子, 又怎样被对方撞到自己的怀抱, 接着伸手向对方肩膀一按, 那个女子惊呼一声, 伸手按在他胸口那里, 借借点力, 跟着退出出去, 康笑龙定神一看, 哎呀, 吓了一跳, 原来这个人, 正是郭秀怡, 而郭秀怡摸他的胸口之后, 双眼也都流露出非常奇怪的神色, 康笑龙就知道弊家火了, 看他的眼神, 似乎郭秀已经认得出自己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